欢迎回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南京黑肉酒精对阵厦门VG的第二局对决 第一局是南京黑肉酒精拿下胜利了 那确实第一局南京黑肉酒精发挥都非常好 站边马超加上刺激 这个酒库的鱼鸡都打得非常亮眼 来看一下第二局能不能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态势 同时呢就是厦门VG其实延续评分析那个话题 就是他们上一场临风了上海EDGM 夏无双组的表现很亮眼 今天就受到了一定的针对 所以看第二局也没有想到黑肉在下路选了一个鱼鸡的情况下 结果一波换节奏从下路突破了 是所以看第二局小年和小蕾能不能再打出一些效果来啊 小蕾我看得出来他很想去进攻 是的 但上局打不出来那种效果 反而是明国上把鬼骨子玩的比以前好很多了 大乔来了 大乔 这也是刚刚哼江所cue到的一个脸 出完大乔的明国 玩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看一下能不能和鬼骨子一样进步 对的 其实明国最喜欢的英雄就是大乔 那就要看一下他喜欢归喜欢嘛 能不能跟队友配合还是另外一回事 对 赛场上面还是需要一些赛场经验累积的嘛 VG这里的背影也拿到自己最擅长最喜欢的英雄 蒙田大将军 不一定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在赛场上他现在出场了三次都获胜百分百胜率嘛 嗯他现在是全胜 再加上周瑜都挺客大乔的 黑肉拿的是李延芳加上蓝比较灵活的点啊 搭起来的话那但是后边的坦边心狠这里可能要被针对了 剑举的方向就是天才的购乡 要现在感觉成为了一个万金有打野啊 因为他也不吃蓝条嘛 这个英雄选出来之后他永远可以可以作为一个单带边去使用 而且碰到一些爆发型的刺客他都吃亏 对 尤其是现在纳克露露也挺火的情况下 他跟纳克单带也不怕 纳克露露进蓝都可以 对进蓝都可以 包括他对对方的射手当有经济压制的时候 他的一个骚扰会对射手有一个致命的打击 是的 后边搬到的猪八戒也是蒙天对线比较烦的一个英雄了 后边还跟大乔比较好搭的应该就是连坡 项羽这种了 他搬了项羽没有搬连坡 但连坡也算是 以前大乔搭起来最舒服的一个坦边了 对的 其实南京肉酒精这一套打得也非常好 连坡是能出的 那看一下厦门危机的下半图 张飞 把射手位置放到最后一楼 他的射手肯定要是要有一定的爆发嘛 他先选了张飞 上一局敌人杰用过了 那这局就没有办法说在对线上面形成一个绝对的对李远芳的克制了 他其实有他要拿克制就拿萌芽 那萌芽感觉有点不合适啊 呃 虽然想也可以 其实 哇 女娃 女娃来了 这是九折的 BP 我觉得他很敢拿 应该是可以锁的 这首女娃提前亮出来之后 就是在告诉厦门危机 你这局如果说拿呆设的话 风险性会非常大 呆设他没有位移的情况下 在团队里面吃女娃 一个大 基本上就没有输出环境了 而且还要憋魔女 在女娃经济比较高的情况下 她的选择是马可波罗 灵活 首先是奇奇刚刚说的嘛 不能出呆手 然后马可波罗的话 她其实没有太高的爆发 她是有点先叠被动 她的爆发来的比较慢一点 消耗一下 然后等到一技能被动叠出来了 然后大招往里转 这个时候才有爆发 但是她的优势就是特别的灵活 而且在对线里员芳的情况下有进化 她基本上不会吃亏 爆发吧 这把有蒙田有药 蒙田的爆发我们都知道 她出纯肉 她打脆皮都很痛 她只要有大招 她比较吃大招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她就是又肉又有伤害又有回复 而且在一些打阵地团战的时候 她像一堵墙一样架在那里 但她的缺点 就是你说的 她像一堵墙就是比较笨重 她就是容易被一些灵活的英雄给秀 对 但如果说这个英雄 你再让她激动性强一点 那不是太完美了 现在这个出场率对吧 已经非常高了 我觉得蒙田现在已经很强很强了 蒙田现在是版本大哥 吕布被调整了一下 就改变了一下吕布的一个出装打法之后 蒙田现在是坦变里面最香的之一 还有竹八剑 还有夏沃敦 那看一下这一局啊 男青少九星在这种上面 依然是有一些辩证的 最后一楼出到了女娲 可以期待一下女娲这局的效果 伤害量能不能打出一个可观的效果 然后厦门VG在第一局失利之后 这一局还是得要加油的 因为她们目前还是有理论 竞技A组的可能性的 没错 而且这首女娲啊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子换她之前也用过 而且打的对面是一个 没有配到鲁班大师的鲁班7号 所以那把女娲非常顺 效果很好 好 进入到比赛当中 蓝色方 蓝金黑肉酒精 红色方 夏沃门VG 大家好 是本场解说 琪琪 我是本场解说 潇洒 女娲打周瑜 只要手长的英雄打周瑜 打起来都比较舒服 对 小年龙这局打的是橙啊 那这个现在潜不过了 小蕾打的是橙 对 她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去 骚扰一下无畏 想骚扰啊 她来了 但是无畏已经打完了 无畏打得快 有红了 想黏 然后小蕾这边是 有二技能可以随时跳走 张飞可以留点的 她可以看情况 如果需要自己补伤害 就瞬间学个一加成 强buff 如果需要逃跑 就点个二技能 留点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看情况嘛 下落是被九库一个人抢到了 河道之链很帅 然后蓝区方面 欣赫这边 也是帮忙看了一下 确实这种野区 队友是要帮忙协防的 对面张飞 不知道可能会从什么地方出现 是的 这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你不管我打野 那我打野哪有时间 去帮你线上建立优势 对 火加上张飞一技能这一转 还是有点疼 民国是半血了 毕竟大桥是个软斧 嗯 这个位置背影有点凶了 他不知道五位已经在这个草了 但是你按照打野的习惯 已经知道红开了 毕竟往上刷了 应该是能感觉到危险的 河道站的 QY已经来了 他是个草匠就没有人进 墨匠进来了 进去了 五位被吹走 交大招跑 被赶走了 蒙田有四截 不能跟蒙田刚 刚刚可能是想趁着蒙田 哎 顶出去了 那这样民国有点危险啊 自己开了一个塔下的防守干扰 干扰 但这里互相扛塔 QY没死 对 背影拿到滴滴血 这就是蒙田的作用啊 还有强制位移 还有爆发 打大桥非常好用 这局确实蒙田 周瑜 张飞 三个强制位移点 加上马可的爆发 对大桥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也就意味着黑手在坐电梯的时候 要小心的是对面这些关键性控制 没错 明国这局带的是干扰 没有进化嘛 要更加谨慎 危机 张飞还没死 脸部来了 星恒这边包过来 直接大招起手 砸没有 闪现砸两个 这里李安芳跟叔叔女娅给一个大招 但是张飞有盾保住了墨匠 一丝血没有死 很极限的一个护盾 本来以为这个大要空了 闪现条位置砸起来人了 打的就是出其不意 对很转 一个闪现换了两个 一个是闪现 一个是进化 还保住了野区 嗯 VG的节奏起的也挺快的 他很想 其实张飞有四 他们起这波节奏会舒服一点 那张飞没四 他们就来了 而且蒙田大招刚在上路用过 对 他们打这一波 其实没有做充足的准备 张飞喷大了 这个蓝buff 张飞的这个大招打断了五位 直接把蓝推出来 秒掉了这个想法 这样的话 等到自己家队友过来 把这个蓝控掉 不然的话 五位刚刚利用自己大招的强制位移 加上自己二技能 这些强化普攻的爆发 加上逞击就把这个蓝buff秒了 是的 毕竟双城 夏门VG还是希望在野区 能够占据一些优势的 来了 张飞是没大招 而且是半血的状态 但五位也没大 没办法回推 这把其实黑肉的先手能力 并没有那么强 比较吃的就是星恒的连波 对 而且也吃连波的闪现 另外的先手就是五位自己找机会 看能不能推回来 然后一起激活秒掉 对 看他的操作了 然后上路位置的话 末将来了 周瑜给一下防御塔的压力 看两边目前 发育还是比较平稳的 夏门VG是占据了一千左右的经济领先 而且VG现在他想要去引领节奏 想要主动打五位的野区 去限制五位的发育 现在这个经济差 主要就是在打野身上 五位跟QI的一个经济 对位就已经有接近一千了 八百 这也是夏门VG想要的 他想要在编带的情况下 让这个要处于一个不败之地 就是让他的经济跟等级压制这个蓝 你看在上路 九级打七级 在塔下都不虚的 又来了一个蒙田 太大 但五位身上是有大招的 推了一下 推回来的是一个要要 刚好接两段强化普攻 接 两段一技能接强化普攻 秒掉了蓝 女娃也落地了 女娃这里有点危险 是危险 是危险 这个解放闪现 大招没中 这样的话看一下QI 有机会的 招费有大 直接吼 但伤害不够 对 这个大招就是 气质上的压制 因为他想杀 就必须得要要的伤害 但要那里技能又交完了 那这波技能都交完的情况下 下方危机要被留下来一个 大乔给大把刚刚复活的蓝传了过来 嗯 收掉了张飞 有点连速反应啊 你说张飞刚刚不给那个大 这波就呢 就保住了自己 保住自己了 是啊 那这波星恒也抓着机会 想要去杀末将 有点脱节 被拆火了 是的 现在这边直接月塔过来 赶人 强打中路 磨了一半的血 诶 这个中路炮车还没有清掉 九库有机会直接拿下啊 就差一下了 一下 但是这个炮车没进塔的攻击范围 这个炮车是VG疏忽的点啊 KY忙着去手野区导致 他没有管那个炮车 结果 这个炮车就成为了九库 推中一塔最好的帮手 包括刚刚张飞在上路那个大招 感觉今天下方危机可以再细致一点 他那个大招如果留着的话就挺好的 对 而且这把你看一下小蕾的出装 很早就把专精装做出来了 去降低对面的输出 包括二技能跳上去给个减速的软控 小库的二技能 还有心狠这边的大招都被递出来了 中路马上要来一波线 想反压但也没有那么容易 女娃这里手上还捏了一个大招 对的 而且女娃现在装备还不错 回想第一个大剑已经做出来了 继续想要来控蓝 但Hero这一波还是想守 女娃大招已经放了 看这个蓝Muff 被背影 拿到了 对还是下方危机反到了 无畏这一波都不是很想去硬拼了 如果他再阵亡的话 对他而言就很难再追上要的经济了 对 没必要 现在就是看能不能利用大桥这个机制啊 编带然后拖一下经济 拖过蒙田的强势器 上路有一条线的优势 但是如果说无畏上路漏视野的话 正面男前后九云站位得要稍微往后一点 防止被开 下方危机现在是蠢蠢欲动啊 尤其小蕾的张飞感觉进攻性很强 这也是他们上场做了仍然调换之后啊 他们现在就明确自己这套阵容要往哪打 嗯 又想要转上 队友帮他卡住位置了 而且发现有红 对来了 手上 推过来被九库的标给炸了 嗯 他没逞 但是招牌绕后 这个大招 吼到了两个直接晕出 队友让队友的输出没有掉 极限距离的大招直接吼在原地动不了 这一波小蕾的大招非常漂亮 他也没有急着去想吼圈里的人 吼的是想要进圈的人 对 也知道大乔他也没有进化带的是一手干扰 马可直接赚大了 这个红还是五位拿了下来 保住了只要不给马可就行 嗯 但是说实话现在这个要的经济六千八 还挺高的 他现在十三级了 对 一直在控野区 这样的话会让九库的输出环境很差 包括紫化也是得要稍微谨慎一些了 因为要现在他的两段二技能 有一个强化的二技能 接一个击飞之后 然后那一发强化普攻 等他出了宗师 他现在已经有了 如果出个暴击 那这个脆皮至少要掉三分之二的血 就这一套 就没输出环境了 他如果后边出了破军 他把大招伤害打出来就是秒 嗯 往前压 小年手上也捏着大招的 而且这个蒙田暂时解决不掉 李延芳不在 爆发是不够的 开始打三二了 两个人防守三个人去带边线 你看这一套打上去九库就吃不消了 翻滚进圈 但是明国自己没走啊 给了一个打招 看一下队友要不要过来 落地了好多人 但是明国先被秒了 要这里的话非常的灵活 你根本留不住他 正面的话压力也蛮大的 张飞加蒙田带着马可 已经开始压高地了 这里来 大招铺两个 打残了小年 小年转利哥打着二技能的位移走了 女娃哥比扣到的是背影 她背影一个人开始大招 还在扛最终被此换一个大招 没有料 朱鸿说这把非常考验QI的药 然后这个时间呢 我们已经看到药的经济非常高 居高不下 目前是全场最高经济 她满级了 15级了 刚刚那一波 之后这个药的经济 又拉开了 又跟蓝拉开了很多 是 这个点很关键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五个人全部看好的是 南京黑肉酒精 蓝色方 就是这个蒙田 开完大招之后 想要击杀掉她 要费好多好多的技能 这个时间段 南京黑肉酒精正面团战 是打不过了 所以他们在前面也想办法 去打三二啊 找机会 能把一路线运出去 往后继续拖 但是下面VG 他们的一个决策 转变也很快 因为要这条路的话 是有个绝对优势 就不用管她 嗯 她只要保证的是 我正面给的足够压力 在边线要这里 不失手的情况下 她正面能压过去就是赚 对 对于黑肉来讲 要想办法 利用自己阵容的灵活性 去跟VG打了 要不然刚正面的话 两大前排张飞加蒙田 你实在很难解决 李延芳现阶段的装备 没有任何的穿透 只有那个爱因战斧的穿透 他没有出破晓的 还没有起破晓 他出了一个小的穿云弓 他的大破晓还没有憋出来 哦 更新了一板 那快了 等到九库这里 李延芳的破晓做出来之后 再考虑去打正面 来了抱团一起推 因为大桥带是干扰嘛 那正面团进化好使 但是你说这样子 抱团一起去偷塔 还是干扰好使 对 这也是他们带干扰 他们考虑了嘛 因为对面确实是双前排 你要跟对面硬打正面 有点吃亏的 对 这个时候考验的就是选手 场上的一个判断 我觉得对 两边都是 这个阶段对于VG而言 他要小心的就是下路高地 因为他的下二塔被带掉了 那对于大桥这种人来讲 我又带了干扰 我的下一步目标 肯定是想要先破一个边高 这个时候最考验的 应该是指挥吧 下本VG和南京西游的指挥 小蕾一直 他的张飞一直是抱正面的 他身上也没有选择出奔狼这样的抓边的装备 所以他这把就是核心正面压死Hero 边线的话就让QI一个人处理 来了 有主宰前锋 干扰 稍微拖一下时间 但这个二塔肯定要失手了 诶 龙斌 龙斌 不够 张飞吼了 先吼住的是女娲 然后让马可点高地 掉了 然后可以发现逆风的女娲 她的大招伤害 打这个龙斌是蛮费劲的 她没什么经济 她现在的法穿棒还没有做出来 而且女娲她要想把自己的伤害全部打出来 极其需要自己三技能那个方块的组 二技能那个方块的组合 去用自己的一和大去触发自己的二技能 现在小年马可波罗 她的魔女已经做出来了 加上这把末将的周瑜也是挺肉的 她有十只预言 嗯 然后背影的话 也有一个永逸 而且她想要起双魔抗 后边可能要出不死鸟 嗯 那这的话更打不动了 女娲的法穿还在做 马上三件套 好 好 好 抱团一起吃钱 久库的 这手 悟穿已经做出来了 破晓出了 看下落这波 要正面打了 看错圈能走 能走能走 背影这里没有选择闪现去留 蓝Buff被子焕自己抢回来了 嗯 然后看一下小蕾的出装 她最终是选择了做一个主动释放的装备 是个控制 嗯 冰霜冲击 她也没有选择去做奔蓝 她就是要打正面这个张飞 进攻 那现在南京右九进正在避免和夏蒙利吉的正面团 一直在边线带下线二塔戴完之后转上带 目前民国有干扰上落这个塔 看能不能强点掉 强点了 然后看危机的这个小地图 众人的动向想包 但是这里留不住啊 除非孟将下线吹 嗯 还得要找角度 如果说是从正面吹的话很难吹到 黑肉这几波的带线其实将时间拖住了 拖的还蛮久的 拖的最起码有五分钟 然后VG是想着 应该是这一波主宰拿完之后要强打一波了 他要找一个机会跟黑肉去强打了 要如果再拖的话对于他们来讲越来越不利 这个高地慢慢开始受到了一些威胁 放个暗影之镜然后在这条路上打 本身正面团战能力就很强 还有免伤 民国 哎呀好险啊一丝血回去了 哎呦 那个血掉得好快啊 是的但是吴卫这里在蹲 旁边还有一个人 九库 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办法越过蒙田啊 蒙田下距离闪现 逼出了九库的闪现 这里再来一顶 但吴也没有出圈 坐定内走 让飞极限一吼 吼运两人 这里给了一个冰霜冲击的控制效果 但是队友接输出是接不上的 下路位置有龙 上路的强化龙的话 可能会限制一个人 但是下路这个 哎给了个防守干扰 暂时守下来了 很残了 冲上龙 还是有压力 看连波 给个大招击飞 但是有点脱节队友跟不上 回去出来继续守 蓝把这条龙推回来清掉 先把兵线处理了 对先缓解压力 现在要做的还是不能上头的 去和厦门VG正面拼团 但是只要HERO不阵亡 对于VG来讲 他就很难去破高 因为左边这套阵容 其实HERO玩很多 包括上个赛 我记得齐齐解说了 有一场比赛 打了三十多分钟 对阵北京微博的第三局 对 先来看一下这波 想要追KY 女娃要不要落地 落地 晕住 再给个一技能 打出了要的复活 连波大招 手 KY这里换明刀 反杀无畏 自己直接换掉了 中下线压力非常大 那这样的话 这波KY也不算亏 他杀掉了是打野 此换活这就能清线 这波HERO为了杀他 交了所有的技能 大乔的大招也没了 然后中路有兵线 女娃那里还被耽误了一些时间 还没有回来 对 中高看能不能守啊 这个线残了 还有一波马上来 中路这波有点难守 女娃得交全技能了 张飞跳上去二技能 给个阵军虎啸的减输出效果 三高全破了 还是没有把这个炮车清掉 不过中线还是清掉 缓解了一下压力吧 就我们接着讲啊 HERO那场确实也是 大乔这种三高全破 但就是极限翻盘了 打了43分钟 我记得当时刷新了上个赛季 常规赛的一个最长记录 诶 看这波张飞 不想交打 就是不交 捏得很死 很极限 因为他这波大招 哎呦 这个女娃的大招没打到 狂人看好的是厦门危机 刚刚是五个蓝色的 全部看好HERO 然后狂人一个人跳车了 我感觉到了一股神秘力量 但是毕竟有三高的优势啊 但是对面是大乔 你要知道 只要大乔拖到了20分钟 这个阵容就有无限的可能 接下来其实就要考验的是VG的 稳不稳定了 评论器聊到那个点 能不能稳定的把这局吃下来 但是你看这波明光 他看到你下边在拿龙 上面直接摇大招 利用自己的干扰墙拆你一座高地 先追一座高地再说 你拿它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没办法 因为没有奔狼 追不了 下面VG是双冰甲 两个冰霜冲击 马可和张飞都出了冰霜冲击 是的 连波剑人就给大 砸起来 然后女娲打一套 但是背影这里 由于出了双摩抗装 她的血量还是很健康的 还能回血 她就是队伍里面 最不怕女娲的那一个 对 女娲也算是一个有爆发的英雄 她到后期成型之后 先看这波马可这些专大进去 想要杀 这里大乔被张飞一个异技能 弄死了 在好一个大招保下马可 五位这波继续追 大招铺两人 先杀掉了小年的马可 之后继续追Q1 Q1也倒了 8.7波 还有复活 但是正面旅元方这里 也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看一下蒙田继续给叔叔 被连波给击飞了 九孔不敢上前 血量太低了 继续回血 被女娲继续靠着不死鸟 之前继续回啊 卡着墙角但九孔的一技能 大招好了给上去 秒掉了背影的蒙田 这波我们在这首九孔打赢了 很关键 在风孟龙王前夕 还有40秒刷新的时候 一波一换三 主要五位这边拿到了二连击破 而且背影那个位置也是脱节了 主要是QI这里啊 他死了 然后再加上 他也没有换掉五位的一个复活甲 五位的复活甲还全在呢 最后那一波没拼过 然后中路的外塔有推掉 风孟龙王刷了 看一下Hero 他坐了一下远边线 然后这个风孟龙王刷的一瞬间 他还有一个时间差可以多打扫 对 但VG应该不会让Hero 去把这条龙给偷掉 已经全部都过来了 是的 他要拖到蒙田赶过来 背影已经复活 那这一波五位 其实提前是往上走 要提前做一个优势线 把那奥巨龙清掉 做这波举动的时候 Hero正面就要拉扯了 先让五位把那边的兵线清完再过来 对 一个满站一直的连坡 站在最前方 提供一下视野 其他队友都是往后站 夏末危机由于射手是马可 他开这条龙并没有那么快 那这一波线就要逼迫 夏末危机回去一个了 QY已经回去 而蓝在回防的位置上 被张飞看到了 而且这样的一波操作 让本来是偏被动 三高被破的Hero掌握了主动权 没错 而且这波五位还在蹲草 他并没有提前支援过去 而是看这波线 继续把这波线给控到 继续给压力 继续拉扯 但是小年 这里也跟QY两个人想抓五位 看大桥要不要给大救一下 没有 QY这里 李元芳居然上来了 想打 那下路线也不好 小年这里发现了 其实都抱过来了 上路要发生一波团战了 女娃不敢落地 五位叫了一个大招撤走了 没有被抓 下线很差 夏末危机的上线也很差 都要去管一下自己的上下线了 但是 风暴龙王处的视野 依然是南极天有决定这边占据了 好刺激啊 三高被破了 南极天有决定现在任性十足啊 是啊 但是终于这个火 对于没有出任何魔抗的李元芳来讲 真的很致命啊 对很疼 那女娃这个大招 对于蒙田来讲不痛不痒 李元芳在中路咯 事业了 夏末危机其实这个也不好抓龙 马可波罗不在啊 来了 马可把上线处理好了 换了一个复活甲过来了 大桥给大招 要把星恒摇过来 看一下小蕾这个张飞的血量见底了 如果女娃给个女娃大招打偏了 先赶人 因为蓝线是视野蜜死的中路出现了 看一下星恒 这个侧衣包过来 想要配合五位进场 五位这里打到 张飞给大 被张飞跟吼开了 要进场切掉了九库 九库复活甲没换出来 小年这里 马可钻搭进去 直接想要直接留人 星恒这里 走不掉 一丝线开了极限宣布镇 但是被马可打出了阵上倒下来了 还是秒了 黑手阵亡两人 射手跟前排 这样的话这个风暴龙王能抢 就只能看一下五位和子唤了 五位来了 神圣复活甲 大招推过去 女娃的大招 女娃的大招打残了蒙田 但是这个龙王的血量 箭底了 被QY的药给拿下来了 我也被打出了一个复活 有名刀 但终归还是倒在了药的剑下 中下有兵线 一波VG的零换三 九库还有八秒复活 但是中下全是超级兵 女娃的大招还有 但是这个大招 并没有能够打掉药的一个复活 线的压力太大了 是的 九库复活了 只能扔一个盘子 但是清不掉兵线 大招给了一个防守干扰 能够坚持一下 但是干扰一破 VG全员激活 拿下水 让我们恭喜 厦门VG 扳回一局 双方一笔 斩平 这局厦门VG 其实他的一个前中期打的 还是相当漂亮的 一直在进行一个野区的骚扰 也让QY在中期的时候 就对位有了一个经济差的一个领先 其实这两把 VG他打的挺有目的性的 就是第二把他也是一直在针对野区 利用自己的优势 蒙田这个点的优势 他们发挥出来了 只不过他们在第一波进攻红区的时候 蒙田当时没打枪飞三级 没打成 但是后续他们对于 五位这个蓝的野区的掌控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VG我觉得他们在近期调整的一个方向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是的 再次恭喜厦门VG搬回一局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天乐星 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这一局的话 南京二九进是拿到了大桥体系 而厦门VG这边的背影是拿到了 其实上一局老王也点到的这首蒙田 这一局拿到蒙田就是针对你拿一手去抢了个大桥 他比较好去Counter你 不管是跟你打阵地战 还是说把你的人推出来 他都是有这个机制赛的 对但我觉得这一盘的重点不在于张飞蒙田 而是在于这个耀 就是实际上这个VG 实际上我很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耀的体系 在B组哪 就是A组 如果放在A组里面玩的都是很好的 就这盘实际上我是觉得VG的耀 如果玩的很好的话 是有机会滚死南京二九进的 因为耀这个英雄他现在就是 你可以看到右边的阵容在4E之后 是完全可以进到对面的野区去掠夺资源的 就很容易帮耀建立一个经济优势 不过这一盘你可以看到 耀实际上他的参团率是非常高的 90% 他不是我们之前看到那种 要打的不好的队伍 他的参团率极低 就是说现在耀基本上就是中期 我能够通过阵容的优势 来去滚到对手野区 当我出到宗师了之后 配合队友上那个点 就不断地发挥他中期的一个尝试 感觉还是双前排太难处理了 因为双前排很肉 然后再加上南京二九进这边的伤害不稳定 首先是女娲的大手感觉她不太好去命中 打在前排身上又不太疼 然后李元芳又是一个单体的爆发 很难打满AOE 主要是被压在家里了 因为他野区不断失手 就不断地去压缩你 你还顶不出来 因为在那个时间点 伤害包括抱团 都是没有办法跟对手打的 前期三线还是有被压制到一定 对 包括野区 来看一下本局的NVP也是给到了药 厦门危机QY 这也是QY本赛季的第一个NVP 其实在上一局局间我们就点过QY 就说到其实他应该要提升一下稳定性 对 才能帮助这个阶段的厦门危机 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这个也是危机最近一直在比赛里面出的吃分阵容 大家可以去翻译一下 像QY的药最近赢的是非常多 嗯 他的上限我们之前是有目共睹的 就上路做了两次的节奏都是月塔 对 主要是你可以看到等级差呀 这个时间点就是用药在中期掠夺经济的能力 把你的打野的等级差是完全打出来了 现在想要药的话 实际上随着大家的理解就会发现 越来越会玩这个东西了 他确实带线和刷野的速率非常的高 对 而且很多英雄搬带线带不过他 对 包括最近说真的 凯的胜率极低跟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他是真的跟药没法比 对 这波是死前还换了一个人 他有个换装达人的一个称号 对 不过这一局 男精入酒精也拖了很久了 对 他们是往后拖了 但是无奈最后的一个团战里面 李源芳是被要切死了 对 在中右的一个位置 主要是容错 虽然说有一个大桥在 容错可能觉得会很高 但是再仔细想一想 他们的伤害其实不稳定 因为能打出来的伤害量就那么多 对 蓝的一套爆发包括李源芳 李源芳我的感觉 他打一波就是一个四环 他可能就要踩电梯回家了 要把他被秒 而且你是一个大桥阵容 但是你三高拳破 是被别人关在家里了 你只能被迫顶出来 而不是你站在VG上 打对面 就是对面出来你打他 那就是完全另一个局势了 对 更多的还是说VG这一盘 在中期建立了一个极大的优势 对 两边的阵容也是伤害量不一样 因为像VG他这边 他打真地战周围的火一旦不好 我管你猜不猜圈 反正我一波伤害就是这么多 固定的 对 但是你这边跟我打 你女娲的一套 或者是李源芳的一套 我最多前排掉个半血 差不多了 是的 那本局呢 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给我吝点 我 it G 用链子 我吝点一下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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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他 你拿呢 我止而 выход implications 别急别急 我攻却 接ым 打十二千 跑十二千 等你 VG他真的是一支前率鼓 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看到了Hero看到是KSG 但是他们最近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很有机会去冲击A组的一支队伍 实力很强 大家刚才听这个语音就总觉得有点乱 因为在他们拿到两个人头优势之后 他们有人在喊上路兵线护着去一波 然后一直在喊一波 但实际上当下的情况是状态不太好 选择了开龙 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但最后还是有人排版觉得先打龙 对 但是他们现在实际上就是 刘多宇一直在采访 两次我采访一直都在说 我让他们先哄出来再说 那没说 确实喊出来了 对 就跟之前相比的话肯定先释放出来 然后再慢慢地去摸索 就是到底有谁来稳定住这个节奏 把它拉回来 对 得先放然后才能收嘛 然后南京有酒精这边的话 在下一局是拜访选边选择到了红色方 这盘要不要放出来 阿古东马超拿下骆驼加盘鼓玩一下 因为之前都是这么打的 红色方把阿古东马上放出来 潘国 夏乐特 加上一个什么终于什么戏就出来了 对 他现在在红 他大桥这个点就可以固定上班 对 他后面的BP就可以以 Counter的方式来做 他不一定要拿这套 但是我可以借你的阵容拆你的阵容拿 但他反正不知道 就是九折你也不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 他上次说是我要优化一下 看他优化 确实他们现在大场的几分已经四分了 四连胜啊对人家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可恋 对 他如果说真的他现在在这场比赛拿出来一套可以对于他们队伍独特的去 counter 马超的方案 他们升上去了 对面知道他有这套方案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那个马超没有那么感触的 对 所以他就就像你说的嘛 他肯定有自己的心思 就看他怎么做出来 让别人怎么误以为他要怎么样 实际上他可能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在九折回归之后的南京有九军表现的也很不一样嘛 这样一个四连胜的成绩也帮助他们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们也可以放开手脚去打 然后更多的去总结 更多的去复盘 然后帮助他们在A组区的一个更好的成绩 未来定期间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iQOO9 即可拥有iQOO9手机 全感操控 镜像专业电竞体验 青阳 喜护界的王者品牌 征战峡谷 逐浪惊吓 净爽 净爽 领头 无畏向前 目前双方战成一比一平 关键抢赛点的第三局